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有進入這個釋經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現在的主題就是基督徒的權並和能力 剛剛有弟兄問這個問題,就是關於羅馬書14章23節 那裏下半部分有講到,凡不出於信心的都市罪 那他就問這件事,就是不出於信心,就是說很多東西都是罪 那我的回應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神是最好的 人的路總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呢,完全信靠神就必定是最對的路 凡不是出於信心,這個信心不是講到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是對神有沒有信心 信不信一個神,相不相信神掌管一切 相不相信跟從神是最好的 相不相信神愛我們 相不相信完全將生命擺上,跟從神,服侍神 愛神是最好的,這個是講到對神的信心 不是講到對我們的信心 那當然啦,我們相信神會使用我們,會祝福我們,會提升我們 那就是說,因為信神而,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但是呢,就先弟兄問到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自己有些事情 剛剛開始做,沒有信心 那這個聖經就不是講到這一種的信心 就是說,譬如說,現在要帶領一個查經班 那那個人就,我不知道有沒有信心我做得到呢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那個人是明明未足夠訓練 未足夠能力 那他很明顯是 就是不能夠做到帶領一個查經班的 那他需要學習那樣 那或者他經驗不夠 那自然是會,他對於他自己做 帶領查經班,是會有缺乏信心 但是這個經文所講的,不是這個意思的 那是講到呢,對神沒有信心 就是說,譬如有環境的問題啊,人的問題啊 事奉的問題啊,生活的問題啊,經濟問題啊 那就擔心死了,神會不會幫我呢 很不開心了,就很擔心憂慮了 這個聖經講的就是,這些都是罪啊 或者是,總之心裡面的煩惱 沒有活出聖靈的果子,就是沒有充滿平安喜樂 這樣呢,就已經是犯罪 那麼,那個重點就是這樣啊 神是掌管一切,祂一切在祂的手中 神是有最好的路 祂為我們預備的路是最好最好的 那麼,我們聽完神的話呢,就一定是最好的 一偏離神的路呢,就一定有破壞性 這一點我們明白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就是說有很多基徒的觀念 就是,我相信耶穌也行 那我,那些牧師傳道啊,或者那些領袖 他們就自奉神多一點啦 好像我們這樣,總之我相信耶穌回教堂 都有做了一些基本事,那就已經算OK了 那麼,祂覺得這樣已經OK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呢 任何地方祂沒有跟從了神呢 祂在那個地方都一定有問題發生 譬如祂沒有全心去信靠神 那祂在家庭婚姻啊,在工作啊 在得到喜樂平安啊 就會規決神的榮耀了 就會不能夠活出神的完美計劃 那就已經是罪了 就是說祂,因為祂沒有跟了神的路 祂沒有信靠神的路是最好的 因為信自然就會有行動 聖經講的信不只是投入信 而是呢,我信得過神 我信得過神自然,我就會跟從神了 那麼,這個就是聖經所講的信 就是我信得過神,我信靠神 我知道神是最好的 那時候呢,祂自然呢 祂整個生命都會說,不要緊要 在神的手中 什麼神都會搞定的 我什麼都不需要擔心的 那我就跟了神就最好了 這樣,那祂就會 就是一個人真的 對神有信心,信一個神呢 祂就會全面性跟從神了 祂就不會呢 不斷地跟從神 祂會任何地方都會說 神啊,祂想我怎麼做呢 我怎麼內心又平安喜樂啊 怎麼待人接物啊 怎麼跟人相處啊 怎麼發揮生命啊 這些全部祂都會尋求神的方法 那當祂有信心,我走完神的路是最好的呢 那祂就整個生命蒙福了 但是當然不是跟了神的路 祂自然在婚姻、家庭、朋友、工作 各方面呢,祂都沒有跟了神的路呢 祂是得不到神全面性的祝福的 祂的生命裡面呢 就會有很多破口 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那祂就會受苦 祂都是犯著罪的 祂其實在犯罪的是神不喜悅的 神不喜悅的時候呢 祂自然是 就是祂入不了神的完美計劃 祂的生命就會有問題 就是任何人不在神的完美計劃 都會有問題的 就是祂會沒有傳避的信心啊 愛心啊 喜樂、平安、力量啊 那祂就會覺得做人很困難的 就是祂會在生命裡面呢 就是沒有耶穌所說的封聖生命 OK 那我這樣說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關於這個 凡不是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還有凡是沒有跟從神的都是罪 但是我們不是用一種 就是只是一種律法式的體 就是不是只是說 哎呀,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多少樣東西 而是呢,就說 神是最好的 神預備了 神有最好的計劃的 我聽了神的話呢 就一定蒙福的 那所以呢,我跟了神呢 我就開開心心 我就輕輕鬆鬆 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那你就會開心了 啊,我前面的路 神會掌管 神會祝福 神會加力給我的 神又喜悅我的 神又會賞賜我的 那祂做人呢,就會喜樂、平安 祂就會走什麼路 祂都有信心的 就算 就算 在一些很困難的情況 祂都知道 神知道這個環境 祂一定有出路的 這就是信心 我信神一定有出路 很多人定義信心 我要信 我信得很強 祂只是著重那個信的程度 就是有幾強的信心 但其實信心應該是 我信得過神 神一定會讓我開路的 我信得過神 那你就會 在心裏面 就不會去擔心了 祂總是相信 神一定有祂的方法 神一定有祂出路 神一定供應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 那人就會活得輕省和喜樂 也都能夠發揮生命 OK 是的 譬如有一個人 他是和他太太分了居 他自己 就是 他的神 很有信心 那他 就是那些關係 和那些子女的關係 都會因為和他太太分居 而引致到有些問題出現 但是他 他自己是覺得 知道是 就是對神那種信 就是知道 信一個神 我現在是跟著他 我是自己知道 我是會聽神話 一切會是跟 聖經上面所說的去做 這樣算不算是 這樣算是怎樣呢 當一個人全心信靠神 他就會修補所有的關係 當然 有時候 不是他可以修補 譬如你說那太太 那太太是 有他的責任 他有做錯的事情 但是這個人呢 就會他 會盡力修補 就是說 信的意思 不只是說 好啦 我現在決議 我就侍奉神 我做這些 我賢家 眼前應該做的事情 而是他會 他會 就是 他信神的路是最好 他自然就會想走神的路 走神的路 走神的路就是 盡力與眾人和睦 盡力化解一切的怨恨 盡力補償自己做錯的事 就是不會只是 好像 跟太太也不好 跟子女也不好 那就由得他 這樣 他會處理 但是呢 當然 處理的時候 如果 就是 對方是完全不肯的時候 那他做了一切 他已經是 就是他能夠做得到的 已經是最好 那他其實呢 就是 就是 受到以往 缺乏信心帶來的後果 就是 為什麼和太太會不好呢 就是 也都是因為 他 有對方的問題 也都有他自己的問題 那 他的問題就是 因為 以前缺乏信心 和 沒有信靠神是最好的 和 就是沒有走神的路 那就會造成這些後果 所以他就會 受到以往 所做錯的事的後果 那如果他現在能夠盡力 就是 補償 做好 那他就盡力 修補 但是 當他真的做了一切 而對方都不肯的時候 那他也能夠放手 就說 神啊我願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神 那個信靠神 全心信靠神是包括 每一方面都處理生命的 就是任何一方面 就是 譬如我自己這樣 我任何一個人跟我相處 有問題 我都會 揭力去處理的 那 我 我不會讓任何一件事影響我 不會讓任何的情緒 任何的困難 影響我 我是 那個計劃是全面性信靠神是最好的 走神的路最好的 所以我會揭力走神的路 OK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是 有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 其他人有問題 就是 我所講的信呢 意思就是說 我總是相信神的路是最好的 所以我會揭力跟從神 就是那個信心是會產生行為的 那如果一個人 他的信是缺乏的 他自然他的行為 就不會 跟從神的了 就是他不會信靠神是最好的 那麼他自然就很多地方沒有跟從神 那麼他自己就會 收回那個後果 他就會必然有各樣的問題產生的 那麼我希望大家都是說 神啊我跟了你 我聽了你的話 我走完你的路 那麼我整個生命就會無福了 這個就是 聖經的教導 就是愛神的人 他一定要神為他預備 他想都想不到他的恩典的 那麼就 聽了神話的人 神是會為他預備一切 最美好的 他信神自然 他就會走完整個路 OK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我現在就跟神姐我自己祈禱 就說神在我家裡 我不再想事情了 我所想的就是想你 要我想的事情 我說的就是希望 就是能夠做在人的恩義 做的就是做你所吩咐我的事情 那我是 就是別人的說話我會聽 但是我仍然最終 我是以為很肯定 很平安的 就是祈禱之後 我知道真的跟你的意思了 我才會去做的 人家給什麼意見我 我都會去 是不是合乎聖經 跟從聖經的方式 是不是整個生命毀身 處理所有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 就是聖經有清楚講到的 那所以這個第一步 我們應該做的 那由聖經已經 我們得到很多答案 那麼我們 有很多事情 很簡單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跟人關係不好 我們不用問神 因為為什麼呢 關係不好當然是處理的 那這些就一定是去 就是去 怎樣找方法處理 好了 但是如果有時候 那條路 就是譬如說 我到底是在這裡侍奉 因為那裡侍奉 這些我們就可以求問神 也都可以審查我們本身有的恩賜 我們有的財幹 是不是適合這個侍奉 或者我們適合另一個侍奉 那麼我們衡量的 那個criteria 就是說那個判斷 是用什麼判斷呢 就是用神的標準判斷 因為只是用 有多少利益 這樣就不對了 就是用神的方法判斷 就是說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 神給我們的話語 聖經和神給我們的智慧 都已經可以有很多東西找到 答案 就是 例如這樣很簡單 那我們 看到有人很需要 我們去幫他 那我們都不用問神的了 是一定去做的 就是那個人應該做 因為按照聖經是應該做的 不過有些人呢 就會這樣說的 什麼行動都先問神 那 我想說呢 譬如傳呼音 有個人在你眼前傳呼音 就是我們根本不需要再去問神 是不是傳呼音的 即時 那個人有機會 我即時就跟他說了 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去問的 但是呢 有些重要的決定 有影響力的決定 還有我們不肯定的事情 我們是應該去問神的 明白 OK 我想舉個例子 就是剛剛昨天發生的一件實事 就是有個子女 我認識了很久 那她在生命上面 其實她有很多的 自己很多的缺口 就是一個單身女孩在那裡 那我跟她的交往 我都是很小心的 那昨天她打來就是很簡單 就是哎呀我家裡的雪櫃壞了 我家裡的雪櫃都是很意外的 你可不可以找人找教會 我想將那些意外的物品 借教會的雪櫃放置先 那這時候我就 即時我打了給三個牧師 就是三個不同的牧師 那其中一個就是聽我講 講完之後就是 她直接就是看到她就不 有她的問題 她就沒有 就是看到她就不想接手 那一個就是收到我的information之後 就是哎呀我生三天 但是很奇妙就是第三個牧師 就是知道了之後 她說什麼呢 接著拿到女孩子的地址 名的牧師跟她交 就是接觸之後 那女孩子今天就 將會是將她的東西 就搬去這間 教會的雪櫃那裡 暫放 那原來她 原來她十幾年前 是曾經搬過這間教會的 那 還有就是她 其實她這個pandemic裡面 來說她是沒有回教會的 OK 在你繼續再講 之前我想問 你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 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想著她這個女孩子 其實是 我沒有問神的 因為她是很多缺口 我也都沒有問神 我是不是應該幫她 就即時我就 是她會去問三個牧師 就是盡量去幫她 那我這樣的做法 是對還是不對呢 可以的 可以的 就是我覺得這些事呢 是 就是有些事情我們問人 就是譬如她肯不肯幫 這些我們不是一定要 就是我自己不覺得 每一件事我做 譬如我今天我出去吃飯 去哪裡吃飯 我不需要問神 其中問神的 這些 就是這些是不重要的東西來的 有些事情是 譬如說應該幫人 應該這個一定 都不用問的了 就是一定去做的了 所以你說你想找一下 誰幫到這個 就是我覺得不需要問 OK 好 另外就是關於這個姐妹的 一些她的 關於打疫苗這個問題 她就直接是信了很多那些 所謂專家才知道 那她就不打疫苗的 那我聽見我打疫苗 她直接說我 哎呀你怎樣怎樣 你得不到救恩啊 什麼什麼 我說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但是她就很堅信 就是你打疫苗 那這件事跟我們講開 有什麼關係呢 我想 就是我這件事我想問 這個姐妹 她是 她這樣的決定 是對這個不對呢 OK OK 就是你變成了 其實問另一個問題 就是打疫苗是什麼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問你呢 因為呢 我們都有個 就是盡情的嘛 那我們 是 講開就是有沒有信心 然後跟著我們講回 我們基督徒的權力和能力 但是呢 其實你這樣的情況 你就可以說 我有發問 有發問 那就是關於打疫苗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神的心意 我們基督徒英文的打 那我這裡我簡單回答你 那就是 那就是 那 有些人就說這個是 受印呢 那這個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呢 在聖經 啟事錄十三章 講到有受印 是講到有 受已經出現了 它強迫全世界的人 拜祂 受受印記 才可以做買賣 還有呢 就是 那些人 不聽的話呢 是會殺死的 現在是沒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所以根本呢 這個疫苗跟受印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有些人呢 他們 經常都有一種陰謀論 就是說 哪個人哪個人是陰謀論 就變成了 有些事情是正常的 比如 打不同的預防針 這個是 沒有人說這個是錯的 就是不會說這個 打預防針 你不要打 你打預防針 就對神沒有信心 那這些 譬如他是不是不看醫生呢 所以 我覺得 打這個疫苗 並不是對神沒有信心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看醫生 做的事情 就是不代表我們不看醫生的 那也不是受受印記 那我就簡單回答 OK 好 那我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希望我們是跟進程 當我們有一些問題是無關的時候 我們就 最好在講完之後才問 就是問的問題跟這個有關的 希望你沒有介意 我沒有這個這麼清晰的 因為我自己打了 我就變成說 你不要再講這個問題 你真的有問題 你自己去 不要再看那麼多先知 不要看那麼多那些專家的東西 你回到聖經那裡 就是我應對他 就是我很信心 就是知道我決定打受印 打這個疫苗 是沒有錯的 就是我自己很堅定 因為我是經過祈禱 之後才做的 就是和你所說的那個信心 是有關的 但是你解答了另一件事 就是我將來會知道 打疫苗受印那些 很多人就覺得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是很迷信這件事的 他們就迷了 這個是受印來的 不行的 這個感覺 好好 這件事我們不要再繼續講 我已經回答了 OK 好 我們今天主題 講到基督徒的權力和能力 我們上次講到 我們有成為神兒女的權力 凡是接待耶穌的 就是說不只是信耶穌 是接待耶穌做救主和主人的 就是神給他權力作成的兒女 然後大家看到我傳到的經文 就是歷代至上有九章十一節 這裡就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有權力和能力 為什麼我們基督徒可以有權力和能力 為什麼我們可以相信 我們有權力和能力 其實我們有不同的點 不同的要點 現在這個要點就是說 因為神有一切的能力和能力 所以呢 他也都應許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有一切的權力和能力 不是代表我們濫用 而是代表我們可以 凡是我們需要的權力和能力 去走出神的完美計劃 神都會給我們這個權力的 譬如我們需要去侍奉 需要去更新教會 如果神呼召我們去做 他就會賜給我們這個權力和能力 做到這些東西的 需要的資源 如果那樣東西不是神要我們去做 有時候神沒有叫我們去做 譬如有些東西是 是教會牧師負責的 是教會沒有託父我們做的 那我們是沒有這個權力去做的 不是代表我們什麼都有權力插手 有權力的意思就是神呼召我們 我們清楚知道是神想我們做的 那我們去做的時候 神會給我們權力和能力 歷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那裡說到 耶穫說 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 為萬有之手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你有治理萬物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那麼這個經文呢 我們留心去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神有一切的能力 因為這個經文我們以前都曾經看過的 所以這裡我就不詳細去講 不詳細去跟大家去探討 問大家的問題 那我就直接解釋 尊大 神是尊大的 你的能力 一切能力都是你的 榮耀是你的 所有好的東西 榮耀就是好的東西 彰顯出好的東西出來 美麗的東西 都是榮耀 就是神是充滿榮耀的 強盛是victory 聖利 聖利是屬於神的 威嚴 神是至威嚴的 是majestic的 即是君王的 是好像君王那樣的 是至尊貴的 是有威嚴的 那就 環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什麼都是神的 就算那些最有錢的人 他們有的東西都是神的 那當然啦 神沒有將那樣東西給我 就不是屬於我 但是神如果要將那樣東西給我們 神是有能力 但是我們就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我們用神的方法 神是可以將各樣我們需要的 賜給我們 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國度也是神的 一切的國家 其實是神的掌握 之中 神要將這個國家 那個福音的權賜給我們 我們就有權兵 去在這個國家 去傳人福音 我們不是各個教徒 都有了所有的權兵 原因呢 就是因為神不是要我們 就是這個國家 又是你的 所有都是我們 我們未必有全部的權兵 但是神會給足夠的權兵能力 我們去做到我們應該做的事 這個主權在於神 並且你為最高 神是最高 是萬有之首 豐富尊榮 都是從神而來的 你都自理萬物 所有的東西都是你掌管的 就是你自理的東西 雖然 國家的元首 絕大部分都是沒有跟從神的 那麼 有些人就說 那麼神怎麼掌權呢 其實 神那種工作是我們人很難明白的 神是會能夠在人的 就是不好之中 神會一樣行使他的權兵和能力的 就是譬如那些國家 很多災難 或者國家元首是很專制 不讓人有自由 傳福音之類 但是神能夠在這個國家元首之下 他會興起人去 在這個國家傳福音的 也都在人的心中做功的 那就是說 如果神要拯救這些人 他有他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我們知道 神有一切國度權兵 都是他的 萬有 他是萬有之首 豐富尊榮都是從神而來的 他也都自理萬物 在神的手裡有大力 大力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那這句很重要就是說 一個人能夠成為尊大尊貴的 強盛的有能力的 都是出於神 就是有個人能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能夠一個滿有能力的人 能夠做到偉大的事 是出於神的 是神賜的 而神賜給什麼人呢 就是愛他的人了 所以一個人他越愛神 神就將更大的領域賜給他 神會擴展這個愛神的人的領域 讓他能夠影響更多人 所以我們有權兵能力 就是來自這件事 那我們可以時時都這樣深信 就是和自己說 我條路神已經計劃好 神也都為我預備一切 所有我需要的權兵能力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祂想要給我的一定給我 只要我聽話 神就會為我預備 所有我需要的一切 叫我能夠做到神要我做的事 所以我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親近信靠 遵從事奉神 神就自然祝福了 這個就是我們對神的信心 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能夠難阻神的工作 沒有一個人能夠阻擋神在我身邊的工作 我們親近信靠遵從神的時候 我們是無敵的 無敵的意思不是說 我們做的事一定 那些人全部都會聽話 有時候人會不聽話 但是他就算不聽話 我們所宣講的話語 是成為他的審判 就是因為我們同樣宣講信息 那麼他不信 他不接受我們所傳講的信息 但是我做了應該做的 神就喜悅了 神喜悅的時候 他就會紀念 就會賞賜 有時候是拯救人 有時候是定人的罪 聖經有講到這件事 就是有時候我們的說話 可以是定人的罪 當人家不肯相信 當然我們希望他相信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他真的是不相信的 那麼我 無論那個人信不信 我都已經做了神的我做的事 神已經給我足夠資源做到神的事 我們就有信心了 我有信心 我向前去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好 我剛剛講這個意念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這個信心就是說 我只要是神託我做的 神吩咐我做的 我去做的時候 神一定給我足夠資源 所有的權幣能力都來自神 神會將這個權幣能力 賜給凡是信靠他的人 我們中間有時候有些人 哎呀我很多事情有問題 神賜給我們權幣能力 可以醫治好我們的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可以醫治好 將整個主權交給神 我們都反思 就是因為譬如 早些我們講到這個經文 就是凡是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就是我們有沒有以往所犯的罪 我們的缺乏信心 或者現在的缺乏信心 我們沒有遵從神的地方 這些就會難阻了神的計劃 我們就在神面前反思 我們的生命有什麼破口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去悔改 以及去處理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就尋求神的心意 我們走到神的心意 神就自然將我們整個生命提升 我們就有信心 神感動我 很清晰感動我們 就是我在說我們每一個人 神清晰感動我們去怎樣為神 侍奉工作 神會給我們足夠的資源能力 去走出來的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一起祈禱 可以大家站起來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一切權並能力 豐富尊榮都是從你而來 神你賜給我們的 你想賜給我們 一定賜到給我們 我們一定可以有足夠的恩典能力 智慧恩賜 機會去走到神的路 求主幫我們珍惜這一切 因為我們走這些路 都是一定神喜悅 神喜悅的時候 神就會尊重我們 神就會祝福我們 神就會提升我們 所以我們靠著耶穌 一定可以得勝 就算我們全方向不信耶穌 我們全方向不信耶穌 我們全了我們已經是得勝 我做了應該做的 我們就是得勝 求主幫助我們靠耶穌 得勝有餘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我什麼都不怕 靠著耶穌我有信心向前去 靠著耶穌是必然能夠 凡事亨通 做到神所吩咐的事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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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愛 耶穌一定祝福我們的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感謝天父 在你愛女 我要宣告 軟弱以得改變 在神的愛女 我要宣告 你是旺 在你愛女 我要宣告 愿若已得改变 再令爱女爱要宣告 你是王 再令爱女爱要宣告 我不必最终打转 是你带领着我得胜 多谢耶稣 神带领我们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终之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不得经怕挫败 确知主人更广阔 是你带领着我得胜 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珍惜我们有的机会 珍惜我们有机会祝福人 求主帮助我们处理生命 整个生命处理发挥 我们就能够整个生命被神去使用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愿意行你的路 神一定喜悦的 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得胜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不必经怕挫败 确知主恩更光阔 是你带领着我得胜 多谢主 感谢主 祂主帮我们进入神的路 深信 神你为我们预备是最好的 深信你掌管一切 所以我们听完你说 跟完你说 是最好最好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好 祝福大家 祂主帮助我们 深信 这个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徒 全病 大家希望不要只是知道 而问一下自己 我有什么地方 是有破口 难阻我进入这个 得胜的生命 是得到神的 给我们的权并能力 因为是 有些地方 我们是没有给神掌权 没有信靠祂 所以就变成有破口 祂主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